人类的进步离不开发明创造 每次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大量的发明创新 有些发明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工作更高效 生活更便捷 本期的搞讨论盘点了8个很特别的发明 你觉得哪一个最实用呢 第一个 安全护栏 相当于我们要说的这种安全护栏 传统的钢制护栏就像是一次性用品 成功拦截了一辆车之后就报废了 还会把固定件和地面一起弄坏 如果用上这种安全护栏那就好多了 它们是由一种高分子材料做成的 性能远远优于钢材 还能够恢复原状进行重复使用 并且地板和固定件也不会损坏 大家认为这种安全护栏是不是很实用 需要大力推广呢 第二个 万能攀爬器 这个攀爬器怎么样 这款利用真功负压原理制作的爬墙神器 虽然外观看上去是工业化了一点 但并不影响它实力的展现 有了它 在很多工作中就可以不用搭横架了 如果商业化后 估计可以做得更小更好看 工人携带起来也会方便不少 不得不说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 第三个 防摔安全马甲 由于老年人的平衡性变差 意外摔倒已经成为了他们伤残和死亡的重要原因 这款安全马甲就是国内一家公司 为了预防老年人意外摔倒而研制的 平时穿在身上它就是一件普通的马甲 日常生活运动完全不受影响 但当你意外跌倒 内置的传感器接受到人体处于失重状态后 就会在80毫秒内迅速打开安全气囊 成为了减少90%的冲击力 成为老人在意外摔倒后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外 它还配备了APP功能 气囊打开后就会在APP上发出提醒 家属还可以在APP上定位老人的位置 东西肯定是个好东西 就是希望价格能够马上打下来 让广大老年群众都能够穿得上它 第四个 手推残雪车 这个残雪利器怎么样 反正我是用不到这个玩意了 因为冬天根本就看不见雪 但这并不妨碍我要称赞一下这个发明 因为它真的很方便简洁 第五个 头灯 这个头灯真的是太帅了 可以通过触控按键调节多种不同的照明模式 还可以利用感应功能开启和关闭照明 戴在头上也非常方便 无论是工地干活还是检修汽车 都不用再用手拿着电筒了 第六个 伐木工人防护工具 VRFarmly 之前我们也盘点过 伐木工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就是因为在伐木砍树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种树枝从几十米的高空中掉落下来 将工人砸死砸伤 但有了这个护具那就好多了 它能够对人体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 特别是头部和背部 只要你不是被树枝给砸趴下 那基本就没问题 另外在头顶部分还很贴心的做了几个镂空孔 以方便伐木工人抬头观察 可以说很实用了 这么好的防护工具 看见视频的伐木工人们 请你们一定要买它买它买它 这7个可以隐藏的高跟鞋 这双鞋子就厉害了 当你走累了的时候 随时可以把它高高的鞋跟给收起来 就像飞机收起了起落架一样 瞬间就变成了一双平底鞋 如果有人跟你吵架还准备上手的时候 你也可以随时把鞋跟拉出来 它立即就可以成为一个让对方冷静的力气 就这样的一个居家必备的神奇鞋子 你觉得买多少钱合适呢 第八个 铺路的格子模具 好了 又到了老外铺路的时间 不得不说 老外铺路的花招真的是各式各样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到底是怎么铺路的 说实话 这样铺路时间上真的是快多了 但不知道这样铺的路会好用吗 你们觉得呢 好了 本期保套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类型的视频 希望您能够伸出您的发财手 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感谢感谢